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哪种方法应该要赶快解决这件事情 不要再拖延在那边了 而今天呢 在我们谈其他节目之前 我想音乐老师阿坤他有一首歌想要献给大家 这首歌呢 是蔡依林在 世博会的时候为台湾展览馆所唱的一首主题曲 这首主题曲呢 是由方文山写的词 作曲呢 是林迈克 是蔡依林主唱 在歌词里面他说 希望大家能够少一点伤痕 多一点的掌声 少一点战争 多一点的单纯 少一点仇恨 多一点的我们 少一点寒冷 多一点的温存 希望这首歌献给那些学生 献给那些进入一些政治斗争的人 大家都给政府多一点掌声 让政府能够继续迈进继续建设一个民主经济发展的一个政府国家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许个愿吧 那张春弹盘霜 顺羞的小房船 像蝴蝶离不开 有花香的地方 宁静的小巷 一杯用河豆浆 我在细细品尝天堂的家乡 霓虹的电灵 关于夜市的香香 孩子们捉迷藏 在找爱吃的糖 昏黄的信仰 龙山寺的老家 我虔诚点着想 收拿一种希望 小一点伤痕 多一点的掌声 小一点战争 多一点的单纯 认真拥抱就换 遇寒去体会青春用心 听着那太慢的心 听着那女人等待首歌 心一整片幸福的颜色 冰冻黑位于直接等于快乐 一轮蜿蜒的虚弹水河 那都就是太路格 一般来天的新歌 没弄此伤怎么着 想一母跳怎么渴 这怪兔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只是一个按照把家讲的转租着 我说亲爱亲爱的 我们共事说到这 那张针灯盘霜 伸手的小防船 像蝴蝶离不开 有花香的地方 宁静的小香 一杯用喝豆浆 我再细细品尝 天担着家乡 暗风灯点亮 晚雨夜时的香香 孩子们装迷藏 在找爱吃的旁 昏黄的夕阳 龙山似的老江 我坚持着家乡 我坚持变着香 就那一株希望 小一点抽烦 多一点的梦 小一点寒冷 多一点的温暖 用狂草 用狂草写晕暖 用风暴住一座 这么多永恒 世世代代的坚持 天灯让人生生 可以许下愿望 永久别的 好 谢谢我们助理小陈呢 最近整理了一些资料 他告诉我们说 在最近这些节目中呢 鸵鸟书生 他所讨论 由来自新兴的你 谈到外星人 这个节目呢 受到相当多 亲众的喜欢 所以我们今天再度 请到了鸵鸟书生 李博士 来我们谈谈 所谓的 金武营 金有贤 他怎么样能够谈到 现在我们非常热的 一个话题 就是外星人 这个话题 我们请他继续来介绍 另外一段新的节目 谢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鸵鸟书生 今天在各位 谈谈 来自新兴的你 第二段 当然 各位在最近的几个心情里 有看了许多 报道 关于 来自新兴的你 韩剧 这个剧情 是一个 外星人来到地球 生活了四百多年 而产生了一段故事 免不了 这里面充满了爱情 充满了悬疑 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人间的剧情 在里面 但是 这个 这个韩剧结束了 大家是否是孤单的呢 其实 我们还是用这个 来作为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 从古代到现在 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 到这个地球上来过呢 相信许多人 在看了 来自新兴的你之后 有些人觉得是幻想 有些人觉得 对于外星人 又有不同的认识 我想跟各位 开始介绍 接下来 各个新奇的节目里面 最主要是根据 History Channel出的 一系列的电视节目 这个节目呢 事实上 它的名字就叫做 远古外星人 其中一位 节目主持人 Eric Von Doniken 这个人呢 在早些写了一部 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 Chariot of the Gods 它的基本上 它的想法是说 从远古到现在 是不是有许多的外星人 曾经到地球 对于地球的文明 对地球的 这个生活 做了很大的改善 而他们为什么来到地球 他们为什么又不见了 在地球上是否创造了一些文明 又不见了 所以在History Channel里面 它有一系列的节目 让观众能够进入到 这个世界中 其中 从这个2009年 开始做了许多的 pilot program 有几百万人 已经看了这个节目 现在已经是 大概是第六季的节目 这个节目呢 非常有趣的 它有各式各样的内容 这个内容呢 从古代的文明的遗迹 到现代的一些 外星人的一些关联 都非常有趣 在好莱坞电影里面 我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看过法规奇兵 我们看过哈利逊福特 演的一系列 演的有关于寻宝的故事 这些宝贝都是古文明的宝贝 这些宝贝里面 其实都带着有一些科幻 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如果从宗教 或者是其他的观念来看 会觉得这只是悬疑的部分 这只是古老的传说 但是History Channel这个节目呢 完全用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事实上除了这个所谓的 古代的外星人这一系列 同时它也有许多关于 UFO就是所谓不明飞行物体 或者是说有一些历史的 遗迹遗案这里面 来探讨外星人的存在 或者是古代外星人 是否在地球上 曾经存在过对文明的影响 我想最近大家也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Cowboy and Aliens 在2011年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有我最喜欢的 一位演员哈尔逊福特演的 这个电影事实上在讲西部 在西部开发的时候 当地的这个牛仔 跟外星人的一场战争 如果说光是这个电影的本身 大家也许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荒谬 但是事实上呢 在History Channel里面呢 这个古代外星人里面 他的这个第十七集 也就是在7月28号2011年的时候 他们有讲的这个内容 事实上他们也拿了一些当地的证据 当地的一些考古来证明 当时是的确有一些现象 甚至于都有怀疑 曾经有外星人的尸体 被埋葬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在今天的主题里面 要谈一下就是说 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一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德国 希特勒的政权 还没有发起战争之前呢 曾经有谣传 有飞碟坠落在德国的境内 而经由这个降落呢 希特勒接触到了许多 不可思议的技术 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技术 由德国工程师 开始做许多的 Reverse Engineering 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些武器 一直就出现在 德国的军队当中 我想非常有名的 就是所谓的V2的火箭 还有各式各样 当时在喷射技术 还有在火药 还有在资讯科学上面 很发达 当然当时也有一个 所谓的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呢 当时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奇妙的武器 这个武器呢 被形容 是可以穿梭时间跟空间的 另外一个是在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Roswell 也就是我在上一集 有提过 这个外星人坠落 在New Mexico 这个州里面 美国政府事实上 已经有几具的外星人尸体 还包括外星人的 这个飞碟的遗迹 美国人也开始做这些 Reverse Engineering 所以在History Channel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单元 就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人的科技 是遥遥领先大家的 在当时 他的科技的领先 是超乎其他国家的工业水准 而在 在这个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几乎 德国人快要完成 所谓原子弹的开发 所以在History Channel里面 有位主持人 非常风趣的说 幸好 美国把德国打败了 也就是这个德国失败了 不然by this time 每个国家也许都是说德文 在德国战争 在二次世代结束之后 德国的很多的科学家 其实兵分二路 一部分被俄国人接收 一部分被美国人接收 所以美国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计划 叫Paper Clip Paper Clip基本上 就是接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些科学家 工艺 technology的人 还有技术的人 被美国政府用 类似证人保护计划 因为事实上 他们有些是战犯 是属于帮助 德国在战争中 做了一些贡献 直接或间接的时候 他们免不了会有一些 战争上 法庭上的一些责任 但是Paper Clip 事实上 做了一个所谓 Witness Program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方案 让这些人能够加入了很多研究的单位 而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人 之后就变成NASA的 我们在上一集有讲过 变成NASA的主要的幕后发展的人 而为什么让美国很快的 能够有所谓的火箭 甚至于登陆月球 这些通通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与之后 所发展出来的故事 这些故事也许听起来 有些人会觉得 荒诞不羁 但是如果你看了这个星星 来自星星的你之后 有一些幻想 那我们也可以在 茶余饭后之余呢 来谈谈 这些外星人的存在与否 事实上这是一个娱乐的 让人能够启发思想的一个内容 希望大家也不要太介意的认为 这是真的或是假的 而我们的节目就会在 持续的在这些内容里面 给各位更多的detail 也欢迎大家上网去寻找 Asian Alien的内容 直接看看这个节目 我想对各位有更多的开发 这个启发跟一些了解 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 由于时间的关系 节目主持人 已经在跟我做暗号了 我想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希望下次能够谈更多 更深入的部分 谢谢 好 我们谢谢鸵鸟书生 李博士今天的介绍 有机会的话 我们欢迎他 下次继续来到我们节目 继续我们来讨论 杜教授跟外星人 好 我们音乐老师阿坤 今天要多放一首英文歌 是由Air Supply 这个合唱团 他们所演唱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本来我只想说放一半就好 可是刚刚听一听 我觉得整首歌都非常好听 真的是非常令人怀念的歌曲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首歌放完 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I was the lonely one I used to think I was tied to a heartache That was the heartbreak But now that I've found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Now that we're here together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When someone you love's beside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You knew just what to do Cause you had been lonely too And you showed me how To ease the pain And you Did more than mend a broken heart Cause now you've made a fire start And I I can see That you feel the same way I never dreamed There'd be someone to hold me Until you told me And now that I've found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Now that we're here together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Even the days are brighter When someone you love's beside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I never dreamed there'd be someone to hold me Until you told me And now that I've found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тебе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Since I've found you 这首歌是主持人在念大学的时候 常常听的一首歌 也让人回想起主持人在念大学时候的时光 在美国这段时间 很多大学基本上都已经放榜了 你申请大学的高三的senior 他们也就纷纷都知道自己申请学校的结果 不论怎么样 不论结果如何 假如你申请的学校有申请到 都是好事 都是值得恭喜的 不论学校在你心目中是高是低 你只要是自己申请的 你愿意去上的 你申请到了 都很恭喜你 有的学校你能够申请到进去 也许自己觉得是很幸运 也许申请的学校没有办法进去 你觉得很不幸运 不论如何 我觉得你未来进了学校 能够自己努力的认真 努力奋发 来争取自己的成绩 或争取自己的表现 都是好的 不论是你在大学念的是什么学校 你只要打好了这个大学的根基以后 不论在就业上 或者在继续念研究所都有很大的注意 这边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当我们知道大学在大约三月底四月初 所有结果都出来的时候 一直要到五月一号之前 你要把你想要未来要念的学校确定 要把所谓的deposit定金要放到那个学校的账户里面 比方说我会来念这个学校 事实上从四月初到五月初这段时间 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大学申请的学生是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说假如你有些学校 你觉得你申请被拒绝是很不可思议 是很意外 而且你觉得你应该qualify 适合去可以去念这所学校 很莫名其妙的被拒绝 其实这段时间你是可以上诉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信 或者说跟学校的那个行政办公室联络 去申请了解你上诉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有机会 能够让学校重新思考你的申请入学的许可与否 这就是所谓的上诉 不论结果如何 假如你真的对这个学校很有兴趣 来觉得你自己觉得是qualify 机会不是很大 但是不能说没有绝对没有机会 你是可以上诉看看 据主持人知道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他有一年申请Boston University 他没有申请上 但是他不断的跟学校跟那个系 送email沟通 表示自己对这个学校对这个系的兴趣 所以最后呢 事实上在学校截止 就是5月1号那时候 他也获得了Boston University的入学许可 他非常的高兴 那另外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所谓的奖学金跟financial aid的这个部分 同样的在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 你是有机会可以跟学校的财务办公室 financial aid office能够接洽 也有所谓上诉的空间 这时候呢 假如说你有一些其他学校的一些比较 或者说其他学校的奖学金的多少 能够做一个参考 你可以有机会到学校的财务办公室 去做一个上诉 当然了上诉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是来跟你勾血 我是来跟你讨价还价 你要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你要附带有些足够的一些文件证明 越多的文件证明 越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上的帮忙 财务上的资助 有些学校在这段时间 假如你对他们学校表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 比方说你亲自去拜访这个学校 亲自去拜访这间学校的财务办公室 跟他们的财务主任 所谓的financial aid head officer 能够谈的话 表现出你的诚意 其实在学校来讲 他们宁愿把一些 所谓他们reserve的一些fund 或者说他们觉得 可能未来学生有些发出去的funding 不一定能够用的 因为有些学生不见得来念这所学校 他会把这个学校的funding 做一个妥善的再运用再分配 他会把它给一些 对这个学校表示有强烈兴趣 愿意考虑来这个学校的学生 一个更多的一些funding 这个机会其实蛮多的 比你要说假如被学校拒绝 重新申请的许可来讲 相对于是稍微容易一点 但是基本上你学生自己本身 一定要提出足够的一些条件 比方说你家里财务上 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足够的证明 或者说你在其他一些学校 有拿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奖学金 当然这是最需要隐晦的一个部分 因为大部分学校不喜欢 也不愿意 用你拿出来其他学校的奖学金来做一个比较 来给你一个重新考虑 你只能在最后的阶段 摊牌的阶段 再把这些东西有机会的话再拿出来 但是假如你愿意的话 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 financial aid的一个重新上述的一个 一个申请 也许你会有机会拿到更多的奖学金 去你想要最想念的学校 那第三呢 就是所谓的参观校园 4月有很多学校都会有所谓的spring break 所谓的春假 在这段时间呢 你拿到一些学校的入学许可 而大部分的大学在这段时间 也是所谓的有很多的open house 给这些获得入学许可的学生 到学校去参观 有些学校他们有所谓的honor program 或者说一般的所谓的 可以开放一般的入学新生 给honor的program的学生 他们有honor的一些所谓的open house 他们就专门招待那些honor的学生 那假如你不是进入那个program 那就是一般入学的许可的学生 他们就会到一般的入学的校园开放 让你去那边 有的是一天的行程 有的是两天的行程 就是说你会安排你自己 你觉得哪些需要 你列入考虑 你就可以去参观 有些学校 他只安排你日期 有些学校甚至于 因为你很优秀 他会全程安排免费招待 包括吃住机票 到学校 招待你去参观 他们的学校校园 跟其他同学 以及学校师资的一些介绍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对高三的senior的学生来讲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他们也是相当的忙 因为在这段时间 大部分senior的学生 他们还有很多AP的课程 就是所谓大学先修的课程要修 在五月初 他们还有AP的考试要考 学校的功课 加上这个未来AP的考试 其实压力非常大 功课也非常多 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些senior的学生 能够加紧努力 在此也祝贺大家所有拿到大学许可的一些senior的学生 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进入他们所喜欢的学校就读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先暂时进行到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林书豪 林书豪在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他原来的先发 Beverly 他因为受伤 所谓的膝盖半月骨 受伤 所以林书豪再度成为先发 这段时间 其实他打先发来讲 基本上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很多时候在场上的角色 可有可无 我想这也是因为教练的一些特别的一种安排 希望James Harden跟Howard能够在篮下打主攻 还有第三个就是Parsons 这三个人能够打主攻 那林书豪在场上的时间跟他的角色扮演 其实受到很多的限制 虽然他先发 虽然他上场的时间变多 但是真正持球的时间 控球的时间 以及传球转球的时间 其实并没有增加很多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想大家对他的表现 假如说期望高一点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但是没有关系 不论他的表现怎么样 我想这也是 在他来讲 他相信这都是主的安排 主对他这样有这样的一些安排跟设计 让他有这样的机会 一定有他的用意 在心里面 我想他一定会很感谢主这样给他的一个机会 我们大家也在此祝福他 不论怎么样 他今天也有好几百万的美金的薪水可以领 明年甚至有高达1500万的美金的年薪可以领 所以主这样的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相信他 好 今天